江小凤未婚先运办了仇 方浩发誓 小凤别看我现在没车没房 以后我一定努力好好挣钱 十年内我一定买套房 行不行 江小凤犹豫了 这时我爸妈都不知道 还不知道他们同意不同意呢 小凤你喜宴怎么那么死板呢 你把我条件说的好一点 你父母还能说啥 恐怕早就乐得催着你结婚了 小凤仍在犹豫没滋生 还有啥想不开的 方浩把江小凤拥在怀里 体贴的说 你放心 将来我和你结了婚 就是你当家做主 我会一直宠着你爱着你 不让你受半点委屈 江小凤心里略微放宽一点心 他轻声问你知道吗 我上的单位是私奇 怀孕以后就没工资 弄不好我连工作也得丢 毕竟我才干了不到两年 方浩暧昧的看他一眼说 小傻瓜 这不由我吗 我养你 一句我养你 让江小凤感动不已 他横下心 决定奔赴一场爱情 一头钻进了一场三无婚姻中 方浩没车没房没存款 两人相识 也不过才三个来月 江小凤刚毕业没多久 可兜兜转转找不上一份满意的工作 他家在外地又不想回父母身边 那时他刚刚失恋 初恋叫魏平 相貌平平 胆颇有文采 俩人是校友 一见钟情 谈了三年 由于父母反对 先魏平是农村人 分了手 江小凤一气之下跑到市里 觉得市里人才积极 也许可以遇上比魏平更好的男人 并且这里离父母远 自己可以忘乎 所以自由支配 不受父母控制 之后他找了一家私企文员的工作 经同事介绍 认识了方豪 方豪也是外地打工仔 英俊潇洒 但工作时间比他长 收入比他高 同事天涯沦落人 两人惺惺相惜 一次相见恨晚 一次方豪上江小凤的出租屋找他 见他宿有不在 方豪一番甜言蜜语 江小凤半推半就上了床 江小凤瞒着父母 两人重新租了一套房 把出租屋好好收拾了一番 才通知双方父母 方豪身高一米八 身材魁梧 皮破雄壮 还有一份看似稳定的工作 又有一套独立婚房 江小凤父母无可挑剔 没多想就答应了这门婚事 女儿青春一枝花 在江小凤父母的坚持下 婚礼办的也算不差 规格也不算低 彼此都能说得过去 江家父母的心也踏实下来 方豪父母更聪明 儿子空手套了个女朋友 自然不敢说出实情 又听说儿媳怀了孕 骨子里更有了一份得意 对亲家节儿媳 多少有了一些轻视 婚后 江小凤没多想觉得婆婆在 回家还能吃个现成饭 她想多上一段时间班 多挣一点钱 早点实现买房梦 下班回到家 婆婆早已把饭菜做好 等着他们 看着桌子面前摆放的酸菜鱼 江小凤一阵感偶 妈我不想吃快端了 不想吃你别吃 仿好爱吃 婆婆说着推上一盘土豆丝 吃点清淡的 江小凤忍着加了一口 又吐了出去 妈怎么都是酸的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 我想吃辣的 酸辣女以后就说想吃酸的 慢慢就改变口味了 婆婆不住的给她碗里加酸菜 桌子上一共炒了四个菜 三个菜都是酸的 还有一盘排黄瓜 凑合着没放多少醋 江小凤再也没了食欲 筷子一料回了屋 从网上叫了一份辣子鸡 她中午在单位就没吃好 此时肚里又夹了一张嘴 早已鸡肠鹿鹿 不一会 外卖员过来送喝饭 惊呆了方家母子俩 也彻底把婆婆激怒了 你这是啥意思啊 嫌我做的不好吃 想吃辣鸡块 可以跟我说呀 你这不是浪费钱吗 还想攒钱买房买房 就你们这吃吃喝喝的 什么时候能攒到钱 方好劝 小凤不是怀孕口味雕吗 想吃就让她吃算了 都是惯的 婆婆小生嘀咕一句 我怀你的时候有啥吃啥 连条鱼都摸不到 不照样生的你生龙活虎的 方好不吭生了 别看她身材魁梧 恐无有力 但在盛气凌人的母亲面前 也照样激生 叫小凤吃完一份鸡块 也装了满肚子气 晚上她依偎在丈夫怀里 悄悄劝 方好要不让你妈回老家吧 我不用她照顾 自己能来 方好不乐意 你身子越来越重 我又经常加班 也不擅长做饭 还是让妈住着照顾方便些 江小凤没滋生 小两口一夜无眠 终于有一天 江小凤又一次吃饭不喝口味 叫了外卖时 婆婆再也不忍了 在儿子面前哭诉说 我就是个没用的老母鸡 儿媳刚过门就嫌弃我 我也不吃了 方好心疼母亲 上前一把把江小凤的外卖摔在垃圾桶里 第二天两人都上班后 婆婆不告而别 虽然婆媳俩在一起 除了不到三个月不欢而散 但见婆婆终于回了老家 江小凤还是如是重负 满心欢喜 本以为自己从此的日子太平了 殊不知 自从婆媳俩闹矛盾 方好心里就不舒服 总认为小凤是故意弃走母亲的 也觉得她不会办事 让她这个做儿子的家在中间 左右为难 两人时不时为一点小事呛呛几句 本来这段婚姻就仓促 两人的日子再也没有以前的甜甜蜜蜜 凭空多了几分火药味 有次下班后 江小凤感觉身心疲惫 她已经六个多月身孕了 本来想在家待缠 可以想到全家的负担都落到方好一人身上 况且方好的单位面临吊岗裁员凤波 她更不敢大意想再多上一个月班 好在老板也体恤她 违缘的工作也没多累 回到家 她躺在床上迷迷糊糊睡着了 夜色见能月落星稀 方好加班回家又累又饿 看到厨房冷冷清清 回来连一口热壶饭也没有 此时外卖也不好叫 她一下子怒了 吼道 你早点回家不做饭 吃份外卖也行啊 早告诉你不让我妈走 你非不让 现在好了 回来连口饭都没有 这下你舒服了呗 江小凤睡醒后 也鸡肠咕噜 想吃饭便催促 你自己不会去做点 我都怀孕七个月了 还给你做饭 再说 她总是挑我自 弄不好咱俩的日子也没发过 方好冷哼一声 你啥意思呀 是不是想离婚 早就知道你这种 跟别人认识不到两月就上床的女人 久见 是不是以前也跟别的男人上过床 方好你个王八蛋 江小凤抱起身边的抱枕砸过去 你骂谁呢 方好此时又气又急又累又恶 再也无法控制情绪 一个见不上前 挥手给了江小凤一记响亮的耳光 两人猛的震住了 江小凤又哭又嚎 忽然一下子止住了哭声 身下一大片已经浸湿 羊水破了 方好手忙脚乱打了车 紧急送到医院 江小凤早产 生下一个女孩 方好想让母亲来照顾妻子 活不得知他生了个女儿 加上以前走的时候惹得不快 拒绝过来 谎称自己身体不舒服 说日后过一段身体好了 再来帮他们带孩子 没办法 江小凤只好叫来了母亲 他母亲也忙 在家帮着他哥带孩子呢 尽管这样 江小凤的母亲还是过来照顾女儿 方好私下讨好他 小凤 别在他面前说三到四 你放心 以后我再也不打你了 一定对你和孩子好 江小凤含着泪答应了 他也不想让母亲担忧 母亲照顾了他一段日子 慢慢察觉出其中端倪 三言两语就套出了详情 才知道这房子是租的 可女儿既然走到了这个地步 他只能往好里劝 凤呀 两人的日子就是一地鸡毛 只要他老老实实挣钱养家 不惹事 你就安安生生过吧 婆婆再怎么的 毕竟这么远 关键是方好 只要他没啥大毛病 为了孩子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就算了 母亲见女儿不吭声 也就不劝了 江小凤的心理此时 却像打翻了五位瓶 五位杂陈 刚刚他给母亲隐瞒了早产的原因 说是自己不小心磕到了肚子 就这样照顾他出了满月 母亲就走了 江小凤和方好又开始了 吉林狗岁的日子 一日他推着女儿上菜市场 回家后 见方好坐在沙发上自针自营 他感觉奇怪 今天下班这么早 方好没理他 见他手里提着一条鸡鱼 讥讽道 你倒挺会享受的 我奶水不好 想熬点汤催催奶 也找理由了 怪不得我妈说这女人要是见 就又馋又懒 果然不假 江小凤气的发抖 在你眼里 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你还想听啥 方好一副无赖表情 你真不是个东西 江小凤气的口不择言 方好一听怒了 站起来猛的踹了他一脚 我看不打你 你这嘴是越来越毒了 江小凤捂着肚子 蹲在地上 脸色苍白 五个月大的女儿 仿佛被雷倒了 哇哇大哭 扶着婴儿车 江小凤慢慢站起来 推着女儿挪到了卧室 他一夜无眠 最后终于痛下决心 离婚 方好听说妻子要离婚 讥讽道 跟我离婚 你还能找见像我这么帅的男人吗 告诉你 我就不离 托死你 江小凤没奈何 咽下苦水 寻找机会 后来才知道方好那次脾气暴躁的原因 原来是他下岗了 江小凤自我安慰也有些释然 小日子就这么跌跌撞撞 挨到女儿上了幼儿园 江小凤也重新找了一份工作 上班了 六一时 他去参加女儿的节目 也好好打扮了一下自己 女儿高兴 想在外面多玩一会儿 江小凤看回家也没啥事 回家就晚了 回到家 方好看他兴高采烈 又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上前就给了他一记耳光 穿这么漂亮给谁看呢 是不是又有野男人了 为啥一直不回家 江小凤捂着发烫的脸颊 一句话都没坑 这一次他终于明白 家暴只有零次和N次 他如今最后悔 当初自己未婚先孕 晚上任凭方好说尽好话 他仍无动于衷 方好坚决不离婚 但他铁了心要离婚 带着女儿搬到了小次卧 两人坟居 尽管将小凤生过孩子 但产后身材没变样 依然看起来婀娜多姿 又加上他天生容貌秀气 又多些少妇的韵味 自然也有引人之处